不會講到說單親媽媽 但是這個女性 她的內在總是 七上八下的 因為不知道 因為她經歷過一段 痛苦的過程 那段婚姻 那接下來面對這個 到底這是真的 還是假的 會不會又是一段 痛苦的歷程 尤其對佩甄來講 她還要照顧小孩 對 尤其還帶著孩子 所以說佩甄有一次 H 她試探牽妳的手 妳幹嘛 結果看到妳的表情不對 妳們交往多久 她開始露出她的狼爪 可以演一片給我們看一下 那個時候沒有交往 那個時候沒有交往 沒有沒有交往 那是就是我們其實 因為她電影手音 會活動很多的 有時候問我說 要不要出去 那我如果剛好是 小朋友不在的時候 在她爸爸那邊 我就會去 那某一次 她就願意要看電影 然後也是就是坐在旁邊 然後我就是手放在那裡 她就 伸出了狼爪 演一片 好 反正就那個時候 我手大概可能就是放在這邊 放在電影的扶手上面這樣 然後我就放著 她就 她就去 妳的表情呢 我現在做不出來 我現在做不出來 臉書很難看 真的嗎 所以我跟 是哪一種拍狂 她嘴角就整個垂下來了這樣 但主長 對 這樣這樣 是喔 其實不願意 不是喔 對啊 就是那樣子 我自己看不到 可是我那時候心情是 我覺得很悲哀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很怕欠人 就是我說實話 我離婚這麼多年 一定還是會有人來追 那每個人都會說 孩子需要爸爸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因為小朋友本來就有 他自己的爸爸的 不應該把我的感情 跟小朋友需要爸爸 混為一談 所以他其實也希望 他付出多一點 然後我會被感動 但我只要感覺到 對方有這種想法 我就會特別跟他疏遠 因為我不要欠人家 我不要因為任何的壓力 去跟人家在一起 我在跟我前夫 到最後的時候 就是他離婚之後 我們狀況互動越來越差 那每次他在對我 言語霸凌的時候 我那時候的難過 會比任何人傷害我 都更難過 是因為 你不能選擇你的父母 你不能選擇你的孩子 老公是你自己挑的 所以他現在怎麼對你 都是你製造的 那個時候我就會覺得很痛苦 所以對我來說 要再開啟一段感情太難了 我寧可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島 我想辦法賺錢 想辦法照顧小孩 什麼都我自己想辦法 我不要靠人家 那那時候其實 就是我沒有讓他牽手 然後我那個表情 可能看起來真的很慘 所以他就完全就退回去 我們就沒有再有任何 感情上面的互動 那其實我是要說 我這邊說明一下 我其實是想要看一下 他的小手指 小指頭 有沒有超過三關 對 還是他其實拉他起來說 我來去扁搜一下 看誰 他不拚嘛 他不拚沒辦法 不算了 他也是想 你買有錢 賺好不好 快點 剛剛講那麼刺激的地方 不好意思 對啊 你繼續 那時候 他牽我的手 我臉會很悲哀 是我覺得 所以你也一樣 就是終究就是沒有 純粹的友情 或純粹的幫忙 你還是想著這件事 那 他也覺得 不要勉強我 所以我們後來就滿疏遠的 但最後我的健康狀況 就是越來越差 我再快要 因為那時候我後來就決定 我要搬回台南 我在台北 我真的撐不下去了 至少台南我有一些朋友 因為我爸爸媽媽 可以換手 所以我就決定要搬回去 那後來搬回去的時候 剛好是在我女兒的生日前 兩個禮拜 我女兒就跟我說 我很希望趕快交到朋友 回台南我就又 什麼朋友都沒有了 那他其實 好難 妳回去有朋友 他回去沒朋友 對 而且他才七歲 他已經搬過七次家了 Oh no 就是因為我離婚 妳比孟母三千還要簽更多次 七千 對 七千 不要再簽了 對 所以孩子 每次重新適應環境 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我那時候就很緊張 我就決定說 好 我想要在 我的新加巴 辦一個生日派退 然後或許他不認識那些孩子 但我請大家來幫他唱歌 切蛋糕 他會知道說 有人歡迎他 這是他的家 那我女兒那時候 就特別點名說 H要來 就是不管怎麼樣 說H在台北 他說不行 H要來跟我慶生 而且要跟我同一組 我就問他 他就說可以啊 有什麼問題 甚至他還知道說 我女兒喜歡角落生物 然後那種造型蛋糕 就是只有在台北 有在賣授權的 他就買 就是買好之後 他就這樣拎著他 上高鐵站 到台南 然後帶回我家 只為了讓我女兒 有一個他喜歡的生日蛋糕 很有心 對 所以那個時候 真的覺得很感動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其實我那天 我女兒情緒失控 是 因為他過動 所以他hyper起來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控制他的反應 結果他在跟小朋友玩的時候 他就欺負同學 欺負小朋友 但小朋友就哇一聲 就大哭出來 結果小朋友的爸爸 看到他的女兒哭了之後 就非常憤怒說 你怎麼這麼沒有出息 被欺負就哭出來 我當想真的是超級尷尬的 就是人家來幫你的孩子慶祝 結果你的女兒 把人家弄到哭出來 人家的爸爸就說 被欺負就哭丟臉 我趕快就要打圓場 然後安撫小孩 趕快教訓我女兒 然後一團亂這樣走完 因為前面有講到 我其實色恐 所以辦這個派對 是我窮盡洪荒之力 我要非常鼓起勇氣 迎接大家要從頭到尾笑 結果沒想到努力那麼多之後 我的女兒最後 給我來了這麼一劑 就讓我覺得好像 是不是我什麼都不要做 你還不會去欺負別人 然後所有的客人後來都走了 就只有H我就問她說 我不要載你去高鐵站 她說不急...我沒有事 就幫我在那邊 招呼客人收東西 收到最後 所有的客人都走了 然後我女兒被我叫去房間反省 我叫她想一想 今天自己做錯什麼 那時候就剩下 我跟H在客廳 然後坐著 怎麼樣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我好累 我就跟她說 說吧 沒有 我就跟她說 我可不可以撒嬌一下 我可不可以撒嬌一下 就是找一個肩膀靠一下 就是我撐得很累 對 然後她就... 你不要亂講 趕快用 趕快去抱一下 整個不懂 快點 不要害羞 反正早晚的事 沒有 她後來 然後她就把衣服開始脫 這麼快 又來了 又來了 亂講話 因為流汗 她整理 她把客人送走的時候 流汗流很多 而且是你呢 而且是你呢 所以我跟亞蘭姐會講書你 沒有 我不覺得 不要不要不要 我會跑 沒有啦 後來她就說 可不可以撒嬌一下 然後我坐在沙發上 然後她就把頭 靠在我的腿上 中了 來啊 來啊 然後就感到一股暖油 心頭 心頭啦 心頭感到一股暖油 不然呢 你又等了 她都沒後面 女主角只好說 好可惜 這麼長 沒有啦 就那個動作 我自己認為 那個動作好像就是 在說了 說明了 我們可能已經跨越了 某一條線了 對 對 所以我自己覺得 從那天開始 我們就邁入了交往的 是 這個階段 對 跨欄成功 我們來請教一下 張勝書老師 好 什麼指揮命格的人 就是比較是高敏感族群 看一下命盤 從命功的部分來看 所以我看到 他們兩位的命盤 實在是太好玩了 為什麼 你看H的命盤 命功是太陰 對不對 是 而這個佩甄呢 命功是天輔 可是你看他們兩個的功位 很有趣 你看 我們用佩甄去看好了 所以佩甄的父母功 是不是太陰 是 有沒有看到 佩甄的父母功 是不是太陰 所以我剛剛不是在講 他的父愛爆棚 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 來 有看到嗎 他們的位置都差不多 就差一格而已 很好玩 其實這兩個人 如果你們兩個 是年輕的時候碰面 抱歉 兩條平行線 不會交集 沒辦法交集 格格不入的 可是這個就是要在 經歷過人生的一番風波之後 這兩張命盤就很有趣了 就變得完全是互補的特質 所以你看剛剛講的 他是在他的父母功 也就是說他把它看成是一個 需要保護的小女孩 或他那種感覺就完全不一樣 真的是這樣 是 真的是這樣 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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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其實這已經跟結不結婚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 對 我們剛剛講 這兩張命牌已經不是事實 因為鄭宏怡大哥的紅包一定很大包 他為了紅包 為了紅包就要結婚 那篤人哥 我還好你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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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人際關係互動上的問題 敏感都是跟人嘛 我們看第一個 命公有天同心的朋友 好 兩位都沒有 天同其實我們講過很多遍 佛陀 釋迦摩尼就是個天同 庄子就是個天同 你看他們的概念是不是非常像 我為什麼要追求人生的高位呢 什麼叫成功呢 人生的意義到底在哪裡呢 他們更喜歡去追求人生的意義 尋求安靜 他覺得當國王很累啊 我為什麼要負那麼大的責任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天同這一顆星 它其實在人際互動上 是尋求安靜的 我一個人我自在我開心就好 就像庄子說的 當烏龜活在爛泥巴裡面多舒服啊 幹嘛要去在那個高位上 被那邊掐得死死的動彈不得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 天同這一顆星 再來天良 我們也說過很多次了 這顆星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宗教之星 可是它的宗教其實講的是我們 傳統的東方的儒世道 為什麼 天良我們常說老人星 所以它的最佳代表就是老子 道家的祖宗嘛對不對 你看從天良的角度出發 他會覺得是說我減少跟別人的互動 我反而更開心一點 所以老子的道德經的說法是什麼 最好就是我們人少少的 然後我每天看到篤林點個頭就好 也不要講話 不要互動 老死不相往來 那好像美國人加拿大人這樣子 但小小的這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以他的角度出發 他會覺得人際互動會太無聊了 太多的那些繁文入節了 他還不如自己一個人靜靜地思索自己 人生更好玩 然後第一個 就是我們H的這種太陰了 太陰就是屬於一個 很容易受到別人的情緒感染的一顆星 可是我們說感同身受 有同理心是不是都跟這顆星有關聯 是 你如果沒有同理心 其實也當不了好作家了 對不對 但是因為這樣的高敏感 好 別人的情緒很容易感染你 所以對太陰而言 往往也就會覺得人際關係太累了 有時候會覺得孤獨會比較開心 所以這三顆命功 太陰 天良 天同 其實剛好代表的就是儒家 釋迦跟道家 三種的精神 所以我們東方文化以前 最喜歡這三個 傳統 就會覺得殺破狼很糟糕 這三個很乖 很好 很容易相處 所以其實這是什麼 文化所造成的一種現象 但是這三個都是高敏感的族群